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今天的哈尔科方向最新的消息 库布扬斯克北部地区德沃里奇纳北部的新姆林希克遭到俄军攻击 俄军现在最新的消息,战斗已经结束 俄军突击分队占领了新姆林希克 这个新姆林希克是在奥斯基尔河的阻岸 也就是说俄军已经越过了奥斯基尔河 现在开始威胁德沃里奇纳北部地区通往大布尔卢克这条高松路 这条高松路实际上通往沃尔查斯克舍别基诺 看到了吧,舍别基诺是现在乌军越境打击比尔格德州 越境打击乌军的一个重点区域 那么俄军越过奥斯基尔河 那么对大布尔卢克方向乌军形成威胁 那如果再继续向北的话 实际上可以攻占沃尔查斯克 那舍别基诺方向的越境的这些 俄罗斯解放军或者是乌军很有可能会被包围 那么今天在德沃里奇纳方向 大家可以看到 俄军已经越过了奥斯基尔河 那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呢 俄军呢 在德沃里奇纳南部地区也取得了突破 马修基布卡已经被俄军控制 那么形成了对奥斯基尔河南美双向夹击 那么也就是说开始对库布扬斯克 发起总攻的这个准备 也就是说库布扬斯克方向很有可能是俄军下一步进攻的重点 那在北部西姆林奇克防御的是乌军第三旅 目前乌军第三旅已经撤离 那在靠近俄罗斯的比尔格德州 整个边境地区 俄军现在都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 俄罗斯国防部呢 今天公布了在库布扬斯克方向 俄罗斯方面的最新的作战情况 俄国防部呢 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以高精度远程空射武器 对目标进行了集体打击 打击了敌军的军用机场 目标已经到达指挥所雷达站 乌克兰航空设备以及武器弹药库储存设施 遭到袭击 这个打击的地点呢 是在乌克兰的基洛夫格勒地区 基洛夫格勒 卡夫巴斯 这个地方呢 打击的是乌军的军用机场 包括雷达站 航空设备 弹药库 都被大规模摧毁 这也是乌军发起反攻 他需要空中支援一个重要的补给中心 基洛夫格勒 卡夫巴斯 他会提供扎乌勒 以及赫尔松方向 将这两个方向提供乌军的空中火力支援 那么俄军在昨天成功的摧毁了卡夫巴斯方向 基洛夫格勒方向的这个军用机场 雷达站 另外呢 在地利波方向也发动了空袭 摧毁了地利波附近 乌克兰无人机的一个加工车舰 无人机的一个工厂被摧毁 除了地利波卡夫巴斯以外呢 在顿尼斯克斯拉伯扬斯克斯拉伯扬斯克 斯拉伯扬斯克他的军事指挥所也遭到了打击 俄军高精度打击 另外在苏梅 苏梅市区遭到俄军空袭 这个苏梅市区呢 主要是乌军的军事集结点 还有一些顾问兵 发现了大量的波兰顾问兵抵达苏梅 还有可能会复制在比尔德州的这个 舍比基诺的军事行动 在苏梅也会对库尔斯克方向发动越境打击 所以俄军呢 发现乌军的集结以后呢 立刻摧毁 咱们再回到库布扬斯克方向 在库布扬斯克方向 西部 在乌克兰的西部 库布扬斯克西部地区 俄罗斯呢 在诺沃姆林斯克 新科夫卡 阿尔沙纳 蒂姆科夫卡 摧毁了乌军的人力以及装备集中区 在利曼方向 摧毁了四个乌克兰破坏侦授小组的活动 击毙70名乌军 三辆汽车 两辆皮卡 一门第二零人跑 在红利曼方向呢 战术陆军航兵以及中央集团军的火炮 在迪波罗瓦方向 以及在森林方向摧毁了乌军的侦察破坏小组 该小组呢 在格里格里夫卡附近 被俄军全舰 击毙65名乌军 两辆装甲车 三辆皮卡 第二零 第三零人炮 各一门 以及两辆自行火炮 乌军的第63计划旅 一个弹药库 在顿尼斯克人民共和国 谢烈布里昂卡村被摧毁 那在顿尼斯克 把阿哈马特特种部队 突击分队在马林卡方向积极行动 与南方集团军 第一集团 第一军在定点地区 阿富迪布卡继续战斗 击毙200名乌军 两辆装甲车 两辆皮卡 一门多万火箭车 两套美制M77火炮系统 以及第二零第三零炮 在白天 在三勒扬斯克 明科夫卡 利曼 三个弹药库被俄军摧毁 这个弹药库隶属于乌军第128山地突击旅 在南顿尼斯克和扎布勒方向 东方集团军火炮 击中了顿尼斯克帕弗洛夫卡 舍普勤科切尔诺沃 巴尔塔夫卡 普列 奥布拉任卡 以及扎布拉的马来亚 托克马奇卡 乌军的阵地 共击毙240名乌军 两辆装甲车 9辆汽车 包括MST杠币榴弹炮 在扎布拉地区 乌军第11炮兵和65机化旅的戴沃库被摧毁 在赫尔松方向 俄军的炮击击毙20名乌军 两辆汽车 以及一门自行火炮 地尼波比罗斯克方向的乌军的无人机 组装车间和生产工厂遭到高精度地面武器的袭击 乌克兰武装队第102国土防御礼第24计划里的指挥所 观察所在扎布拉地区 布尔塔夫卡 顿捏斯克的吉尔任斯克遭到摧毁 俄军发射的是伊斯坦德尔 乌克兰军队的指挥所在顿捏斯克 斯拉比亚斯克 包括苏梅地区也遭到俄军打击 俄军白天拦截了两枚风暴之影悬航导弹 两枚原点U战术导弹 14枚多军队炮 在顿巴斯地区击落了21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值得一提的是在乌克达尔方向 昨天的战斗 罗里斯方面正是击毙了乌克兰的银行家 他的儿子 这个乌克兰银行家实际上在乌克兰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银行家以及摩托车自行车的世界冠军 是在乌克达尔方向 他的儿子是无人机操作手 他是银行家 叫奥尼斯塔特 他是乌克兰国家信贷银行 负责人 另外他也是乌克兰的赛车运动前冠军 他的儿子是在乌克兰的沃达尔方向 波夫洛夫卡村附近 被俄军击毙 他当时隶属于乌军第68独立列兵 列兵旅的无人机操作手 这个银行家 安德烈 阿尔卡基耶维奇 奥尼斯塔拉特 他是1973年出生在基辅 是乌克兰的运动员 商人 银行家 也是乌克兰铁人 三项联合会的副主席 他在乌克兰非常有名 他是乌克兰家喻户晓的名人 09年起 到15年他担任乌克兰公共股份公司 银行信用银行的董事会主席 而且他在油管上有频道 频道叫Running Banker 有兴趣可以在油管上搜一下 Running Banker 他02年毕业于基辅国立经济大学 获得财政管理硕士学位 05年晋升东北大学经济系博士生 银行系副教授 金融系副教授 他主要参与的是赛车运动 包括摩托车和公路自行车 03年他是乌克兰杯公路 还乌克兰杯摩托车赛的冠军 05年他是乌克兰SBK公路赛的冠军 06年他率领自己的Info300车队 参加了乌克兰公路赛车锦标赛 另外他还是乌克兰铁人三项联合会的副主席 他已婚6个孩子 妻子是女演员间节目主持人 他所在的电视台是ICTV 乌克兰的ICTV 在乌克兰的中国人应该都知道这个频道 他的这个蛋儿子在68旅 担任无人机操作员 那么6月2号被证实在 郭格达尔附近 奥斯塔普被俄军炮火击毙 由俄军空袭了无人机操作手 2020年实际上这个银行家就参与了ICTV的真人秀节目 这个节目实际上当时我也看过 在乌克兰还飙火的 他的死亡实际上现在也正是俄军正在定点清除乌军的无人机基地 包括靠近前线的这个无人机基地 这个消息实际上咱们中国人可能觉得不太熟悉这个人 但是在乌克兰影响比较大 因为他是家喻户晓的名人 他的儿子实际上之前也上过电视台节目 现在被证实被击毙了 那么俄军今天也证实对哈尔科夫南部的楚湖伊夫 在这个方向 对这个方向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 楚湖伊夫从地图上可以看 他是哈尔科夫方向重要的一个节点 通过他到达大布鲁如克德沃里奇纳 以及到达沃尔查斯克设别基诺这个方向 都要通过楚湖伊夫 就是靠近俄罗斯 比尔哥德州边境地区攻击和境内领土的这些乌军 包括波兰工军 俄罗斯解放军这些人员的武装的补给 后勤运输都需要通过楚湖伊夫 看到了吧 通往大布鲁如克 然后向北 那么攻击这个楚湖伊夫就切断了 俄罗斯解放军 或者是波兰雇佣兵 他的后勤补给 他向南可以到达伊军 另外也可以通往库布扬斯克 可以说这个方向是整个哈尔科夫 库布扬斯克一个核心区十字入口 俄军对这个楚湖伊夫发动的大规模空袭 从现在整个的哈尔科夫前线情况来看 俄军正在加大对奥斯基尔和沿线的进攻 下一步可能会攻击库布扬斯克 如果俄军成功的控制库布扬斯克 那么俄军会向北顿尼茨河沿线发动攻击 会抵达楚湖伊夫方向 那么就会切断乌军在哈尔科夫 靠近比尔德州 大规模的越境打击 所以现在俄军的整体 还是要在哈尔科夫境内向前推进 特别是越过奥斯基尔和 给乌军形成压力 另外一点呢 就是要南下一纠 这也是俄军的一个目的 配合着在巴亨特方向 俄军进攻红利曼 然后包围伊军 成功的形成对顿尼茨河宪法边界的解放 看到了吗 巴文科瓦这个方向 这才是俄军目的 南部呢 在红军村 在红军村 沃达尔方向 马林卡方向形成突破 实际上整体还是要解放 整个顿尼茨河宪法边界 这是普京下的命令 如果后续俄乌之间真的要谈判的话 俄军如果能够控制顿尼茨河宪法边界 这个谈判对俄罗斯来说非常有利了 所以可以说现在对俄乌双方 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 最后的谈判 双方在谈判桌上 所有的筹码都只能从战场上获得 所以现在整个的顿巴斯 包括哈尔科夫的战役 都是为下一阶段谈判 双方在收集筹码 我未来会持续关注哈尔科夫方向 哈尔科夫方向会成为俄乌 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 这个方向有更多消息 会递上给大家